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6月27号星期三 大家好 这两天说了说中美贸易争端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就说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有什么观点和看法 那么我就想说说我对这个的观点和看法 还有就是说到底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问题毕竟在那里 总要有办法去解决它 首先我们要说 看看美方这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我觉得从博尔顿和纳瓦罗来讲 其实就很明确了 他们的想法就是想整死中国 恨不得这一口就把中国干掉 他们的意思我明白 他们倒不是说恨中国和恨中国人 纳瓦罗在他知名中国的到最后 他也说他非常感谢很多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朋友 对他的帮助 对他写这本书的帮助 毕竟他算是一个研究中国的这么一个专家 那么有很多中国人对他有帮助 他也在书的最后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和美国政府 要把中国人和中国政府 还有中国国家区分开 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对立面是中国政府 是独裁的专制的危险的一个政府 而不是中国人 他认为中国人有很多还是很善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博尔顿和纳瓦罗来讲 他们是想搞掉中国政府 可能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希望搞掉一个独裁的中国政府 而培育一个民主的中国政府 这个一直就是说是美国他们的一个愿望 是不是 但是这个来讲 从中共这边来讲 这个肯定接受不了 那么看看川普 川普有这个想法吗 我觉得倒好像不是 川普对意识形态这种东西其实看的不太重 川普就觉得中国这些年来贸易逆差这么大 而且长此以往 就是说对美国有伤害 这个来讲 也不能怪川普 我们之前讲过巴菲特15年前的那封信 也收到这个问题 就是巴菲特也认为 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 接受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巨额的贸易逆差 这个对国家整个的财富的流失 就是说是影响非常的巨大 即使是巴菲特也没法接受 这种事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博尔顿和纳瓦罗的这种目标 就是说中共是没有办法和他们相向而行的 因为那个实在是完全犯明 那么相对来讲 就是说川普的 对于中共来讲 可能还可以考虑 还可以接受 那么我们看看川普的目标 我觉得川普的目标 可能简单来说有三个 第一个他希望达到一个贸易的平衡 就是说我也不要贸易逆差 也不要贸易顺差 咱们的公平起见 咱们贸易平衡就可以 第二个他保护本国的高科技的知识产权 然后就是说避免着中国的 像什么中国制造2025 第三个他就希望了制造业回归美国 从这几点来说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说川普的要求还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川普也经常说了我是美国总统 我不是世界的总统 对不对 那么我要一个 就是说贸易平衡 一个就是说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 对吧 至于你的2025 你自己搞是你自己搞 但是如果你政府出面的话 你就逼迫我们这些政府都要出面 就是说公平起见 那么政府不出面 有企业去搞 是吧 那么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满足 我觉得最起码对贸易平衡的其实还是可以满足的 因为川普也不是说 就是说一步到位搞成贸易平衡 川普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减少了1000亿 1000亿美元的这种贸易逆差 对于中国来讲 其实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数字 举个简单的例子 美国他上次我们讲到美国的页岩油 油气革命 已经由 就是说最近这从07年到15年 美国的页岩油的它的页岩气的 它的产量就增加了11倍 这我们之前说过了 对吧 那么中国就是说最近正在逐渐的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的进口国 我们现在美改气的计划开始烧气 这两个来讲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一个契机 是吧 那么就是说在去年来讲 中国进口的全部的天然气当中 美国占了多大比例 只有4% 这来讲真的不算高 我们主要还是在跟俄罗斯进口 其实我觉得只要我们把10NT的全部进口 都改成美国的话 就是说中美1000亿 当然这1000亿是不可能 这样这么清通实现的 但是我觉得200亿到300亿 其实问题不大 而且就是说去年 我们差不多是3000多万吨 现在据估计到2030年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应该要增长到8200万吨 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说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 液化天然气的一个补充 根据专家来说 就只是这4000吨全部都从美国购买的话 就是说之前的我们不管 前面那4000吨 因为现在已经有各个国家 在不改变的地球之下 只把后面增加了这些 都交给美国的话 这差不多就是每年200亿美元 如果把前面的都过来 就一半一半的 差不多每年这就是400亿美元了 然后其他来讲 像牛肉 上次我也说过了 美国牛肉 其实比中国的牛肉质量好 也便宜一些 但是卖到中国 是美国的价格的38倍 我觉得这个 但是这个来讲 每年来讲并不是特别多 就是说全部从美国进口的话 恐怕也就是几十亿的样子 几十亿美元的样子 但是还有就是像卤质品 牛奶什么的这些东西 还有就是药 我以前我记得我在中国拔牙 好像是国产的麻药是一个家 如果是美国进口的 是另外一个价格 然后效果还是有差距的 我刚开始打的是国产的麻药 回来疼 然后没办法 就打了进口的麻药 然后果然效果的确是 比咱们进口的要好一些 但是价格我印象里也差了七八倍 真的 真的低 有七八倍的价格 还有就是这种抗癌药 我一个朋友在国内他们买这个药 好像说抗 有一种抗癌药 好像每个月要4万人民币 要是要使用的话 如果用国产的的话 便宜很多 国产的可能就三四千 差不多是他十分之一的价格 但是很多人说 这4万块其实很大一部分 是拿来交税了 所以如果把税刨下去的话 其实能够便宜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我觉得中国来讲 在医药方面每一年的 其实用量其实挺大的 如果我们对美国 就是说医药行业 就是说税减少一些的话 我觉得每一年的增加量 我觉得还是 这个是会很可观 因为中国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选国产药而不用美国进口药 主要是价格的原因 因为从质量和疗效上来说 的确比我们国产药要好一些 如果美国进口药 跟国产药的价格差不多 甚至就仅仅只比国产药贵一倍 或者50%的话 可能大家都偏向进口药了 中国人这么多 对吧 这个又是老年化社会 如果在药上这来讲 我觉得其实搞不好 就医药这一块 可能就把这1000亿就全干了 天然气什么的都不用仓和了 是吧 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头 中国来讲 就是看病这个方面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字 每一年 还有像什么汽车 是吧 其实我就说简单一点说 你看这皮卡 对不对 如果我们城市许开皮卡的话 因为很多大城市不让进皮卡 但是这个事也的确 因为皮卡个比较大 咱们有时的马路比较小 不过现在中国很多大的城市 道路都扩建了 很多都是什么四车道 几车道的 是吧 我觉得即使让皮卡进来的话 也应该是可以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几个皮卡的这种生产商 我觉得如果中国开放这个的话 对美国来讲吸引力也是比较大 那么我觉得从这几个方面来说 就是说每年1000亿的贸易逆差 对中国来讲 真的其实小case 真的是小case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吧 至于保护高科技产权 我们就是说不去偷窃人家的科学技术 是可以达到的 没有问题 另外一个 就是说中国2025 我觉得你其实国家 你不由国家出钱 不就完了 而且我经常说 有些事你可以做 但是你不需要说 实际上你中国2025 你不喊口号 喊得这么凶 喊得这么大的话 人家也不会发现 也不会来针对你 对不对 你偷偷做不就完了 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现在已经这样 我就觉得你就是说政府不出面 然后由企业出面 不就完了 你可以交给马云 王健林 或者许家印他们去做 对不对 这样不是我政府在做 我企业做 你都管不着了吧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搞不好 由企业来做 可能比政府做 效果还好 中国一向如此 就是国有企业 搞一些东西 搞得不好 交给私人的企业家 交给马云 王健林他们做 没准效果更好 你看这中国足球 对不对 足球搞了这么多年 你看人许家印 三五年 这个成绩就搞出来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来讲未必是一个坏事 对中国来说 至于川普的第三个目标的制造业回归美国 这点来讲 我们就爱莫能助了 对不对 我觉得 但是如果人民币就是说大量贬值的话 可能会有影响 就是说会导致资金外逃 是吧 但是这个就是后话 我们就不多说这个了 其实说来说去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技术层面 对吧 我觉得 从我来讲 我不认为这些是本质 就是说如果我 我说我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是这些的话 我觉得就有点low了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有点low 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个自媒体都在说 是吧 网上这些微博论坛 大家都在说 这种基础层面的东西 探讨来探讨去的没多大意义 师傅教打人 关键就那一下 对不对 丑功夫 俊把势 对吧 师傅来了 什么你三年挑水 三年练马步 只有那个的 但是基本功扎实 很重要 这是技术层面的东西 不能够不探讨 但是真正关键的 师傅真传的就那几下子 对不对 教会了你的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师傅就不传 对吧 但是其实我就说 就是说如果你真让我来教 你就应对美国 现在贸易争端也好 就是说未来这七八年 中美的贸易关系 或者迟迟上升到一个 中美关系的问题 很多人就说 即使贸易争端解决了 后面还有很多争端 一带一路 南海问题 台湾问题 北朝鲜问题 就是说怎么来解决 其实关键来讲 我觉得就那么一两句话 就说清楚了 但是为什么 那你就说 卖什么官司 你要想 我录一期视频 就说了一分钟 就结束了 是不是 你们也觉得我们这个有问题 对吧 好 我来说 中美的关系 对未来七年来讲 其实就一句话 知道吗 认怂 对吧 你们觉得我肯定就跟没说一样 是不是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就是我所谓的寄宫论 知道吗 美国选出来像川普这样的总统 几十年不见一个 川普就是寄宫 什么是寄宫 就是说他没有那些光环 你看庙里佛了 金碧辉煌的大四 是不是香火特别旺 然后很多的信徒去朝拜 是吧 去祈祷 去还愿也好 去祈愿 去还宴 对不对 你就觉得 你一进去 你看这气势蓬勃 你马上就觉得 哇 这佛肯定 就是说太管用了 是不是 但是其实说白了 咱们就是猫着良心说 哪个庙里的佛 里面都是泥巴 外边 有的就刷了一层金漆 有的庙真有钱 可能都是香的 镀金的 R4K镀金的 那也是个镀金的金佛 对吧 但是本质来讲 佛里边 它也是个泥巴雕的 对不对 你说寄宫 你看着它 是缝红颠颠 破衣烂衫 没事 还不要面 不要脸 不要面的 烤只狗腿 烤只鸡腿 这样一吃 是不是 这只脚在抠抠脚 这边肯着鸡腿 这边抠着脚 然后一嘴油 抠着脚 都是泥一抹 又连油带泥 你看来摸你这样吧 你知道吗 但是技工他真管用 你明白吗 他真管用 川普就是属于这种 没脸没面 你知道吗 真要是很多美国人觉得 选了这么个总统 我们很丢人 但是不要面子 但是他真能解决问题 一般来讲 民选是不会选中这种东西来的 一般民选就是选像马英九 像奥巴马这种的 非常的这种差民 白马王子 是的 然后宾民有礼 然后非常好的学历 非常好的光环 慈善 有礼貌 温和 然后没事还能幽默两句 开个玩笑 自嘲一下 但是这种很好 对不对 它非常有相当意义 作为吉祥物来讲 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但是真的国家有问题的 危难之际 你能指望得上这种庙里的佛吗 你指望不上 你最后还得指望技工 对不对 但是你发现人家都这样 你家丁兴旺 一团和气的时候 你都是去庙里烧香去 你肯定那技工 你来看都不看一眼 技工过来 你可能扔他两个钱 可怜可怜他 就完了 你不把他当回事 这川普 美国好的时候 大家都把川普当个娱乐明星 是不是 就把他当成一个邪星来对待 但是真的国家危难之际 你家破人亡 眼看要家破人亡 要上吊了 这个时候 你发现去庙里烧香 没有用了 怎么办 你就只能信技工了 虽然你也很无奈 你看这哥们脏兮兮的 满嘴的胡话 疯疯癫癫的 这哥们行不行 但是最后他解决问题 这就是技工 但是你要相信我就是什么 这种东西 这种事情几十年不遇一次 前面的总统我们都能骗 你看 克林顿 克林顿是同意我们参加的WTO 小布什 那就别提了 对不对 很多耶鲁的都说 我们以 小布什是跟我们的校友为耻 是不是 奥巴马就怎么说 我经常说 上来是10万亿 下来是20万亿 国债翻一翻 就是说 上一个比他能花钱的总统 是罗斯福 但罗斯福打了一场二战 你知道吗 这简直都见了鬼了 如果希拉里 很多人说 咱们的网友就说 如果希拉里上来 我就说希拉里上来的也好解决 对不对 希拉里肯定就让大财阀们就解决了 就可以是可以谈的 对不对 希拉里要是不可以谈的 他那三万封Email 也就能拿出来了 对不对 FBI告诉他不要删 他最后冒着天下之大鬼 把那三万封Email删了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明希拉里是可以跟跨国集团勾兑的 没有任何问题 而我们中共跟跨国集团的这些关系的好到的 就是真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是不是 如果希拉里上来的 早就可以勾兑了 当然表面上可能也会闹得不愉快 但是希拉里只要一句 我不希望跟中国打贸易战 打贸易战两败俱伤 只要有这一个借口 什么都搞定 什么都搞定了 现在根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只不过表面上那什么 私下里大家再去勾兑就完了 所以只要川普下去 就一句话 川普一下去 再换上来什么希拉里 奥巴马 小布什 赫林顿 甭管是谁 就那帮书呆子只要一上来 这个事就解决了 所以你现在不好解决的 你现在就是碰上技工了 对不对 但是我这这句话 技工几十年不出一个 你何必往枪口上撞呢 就现在给我的感觉 中共就是什么 就是东北那个傻袍子 你知道中美的傻袍子吗 东北那个傻袍子 就是说你要打鹿 打别的东西 拿枪一举 这动物一看拿枪一指 就跑了 就跑没影了 你可能他跑得快 你他一放枪 没打着就跑了 东北的傻袍子是什么 你家的枪一指他 他一看 有意思 这什么东西 他指着我 他不但不跑 他还凑过来看看 这是什么 把眼睛顶在枪口上 你知道吗 然后你就砰一枪 打着他回家 就是一顿晚餐了 这叫傻袍子 东北人讲的叫傻袍子 就是说建了枪不知道躲 你知道吗 你看看自打川普上台之后 谁不躲 连金正恩都看明白了 金正恩这小伙子 都闻出来味道不对了 都开始躲 是不是 都躲开川普的枪口 你看看G7那帮人 每一个都嘴上说说 最后回去之后干什么 全都在躲 对不对 你再看日本安排进三 每一次一看川普 都点头发腰了 是不是 你要明白 大家都在躲 你为骂要当那傻袍子呢 怎么别的小动物 看见枪口都跑 就你一定要 就过来的 就搜上来的 你是赢人傻袍子吗 是不是 昨天我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不买 觉得我高看习近平 说你老给稀泡子捧臭脚 我之前我就说过 对于习近平来讲 我不知深浅 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看出来 习近平的深浅 他到底是深是浅的 我不知道 也有可能挺浅的 但是我实在是看不出来 以前我讲王岐山那些事我讲过了 王岐山就从郭文贵事件 就能看出他深浅来了 这件事他处理的不好 那么习近平呢 就是这次这中美贸易 如果习近平处理不好的话呢 那我们就知道习近平的深浅子 但是说实话呀 到现在来讲 我认为处理的就不好 早就应该躲开这枪口了 但是之前呢 没躲开 但是我现在呢 还是呢 我愿意呢 往身里呢 去揣测他 为什么呢 我总觉得这样子 你对敌人的轻视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残忍 无论如何 你不能够轻视习近平 很多人 我们下面评论人 对习近平非常非常的轻视 瞧不起 觉得他小学文化 就是一个傻小子 什么都什么习包子 我告诉你 你没有在中国的机关工作过 中国机关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美国这边的这种人 很多 我认识一些在美国老华侨 我就觉得 美国这边人事纠纷怎么着 我说你在中国机关工作过之后 你就会觉得美国企业能有人事纠纷 小case 真的是小case 习近平能够在 就是真的中共 说的不好听 中共权力机构就是一个绞肉机 真的就是一个绞肉机 习近平能在绞肉机里脱颖而出 必然有他的独到之处 你知道吗 你就是说主观上去轻视他 没有什么意义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在客观上 要真的认真真真地去思考他 才有肉 所以我就说 如果往山上想 我觉得这可能山上某一种计谋 但是最后是不是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还是说这些话 如果7月6号真的打起来了 贸易战真的打起来的话 那么习近平就要被我看起来了 那么这一次事件 就把习近平就测出来了 昨天文章老师说 习近平在一个会议上 我不说什么会议了 在一个会议上 就是说的 说要以牙还牙 是不是 我不知道他是说着玩 瞎唬瞎唬 还是真要这么干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今天27号 昨天26号 对吧 昨天我说还有10天 今天我说还有9天 非常快 我的预言是否成真 我对习近平的看法准确不准确的 马上就要出来 但是我再一次强调 我的看法在今天 昨天我强调一次 今天我再强调一次 就是我到现在来讲 我还是认为7月6号不会真的开打 很有可能 就是说在那之前可能有一个什么文件 就把那个抵消了 或者到了那天 我们就忘了之前说过这话了 就把前面说的话当放屁了 让他过去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基本上 就是说我对习近平的预测没有错 这个人不那么太傻 前面喊打喊杀是一种策略 但是真的来讲 不会真的这么做 然后我对中美贸易战不会开战 这个预言也就成真了 这个来讲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还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看到文昭老师 昨天的预言也是说 中美贸易战恐怕就这么打打听听的 要持续一段 他也认为恐怕是止不住了 一定要打了 何评老师也是说 他说他以前说不会打 但是现在看来 就是说是不会全面开战 给自己改了一个 就是说会小规模开战 不会全面开战 两位老师都在改口了 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那在这种时候 当然了 文昭老师一直也没有明确的说过 这个是和平的说过 对吧 文昭老师不算 但是文昭老师就是说认为 不算给自己找台阶下 这咱千万别给文昭老师扣帽子 文昭老师从来没说过任何评论 文昭老师只是现在来讲 他认为可能也是要打打停停的了 以后未来就是这么一个阶段发展 对不对 跟我也是不一样 我是认为完全不会打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还是这个观点 但是9天之后我们看 是吧 我觉得到现在 还能像我这样坚持这个观点的人 恐怕地球上就只剩我一个了 是不是 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是说中美已经开战了 是吧 来我这评论的网友也都是说 一定打起来了 你还说不会打 那么几位老师也都认为要打起来了 我看看很多的微博的那些各种学者什么的 都是已经在探讨的 就是说打起来之后怎么办了 是吧 像我一样还认为 就是说坚持认为不会打 一定不会打的 我想这个世界上这六十几亿人 就剩我这一个了 是不是 那么这也是我想录视频的我的目的所在 我就想通过这个印证一下 就是说我的预言最后会不会成真 我没有 就是说我多么欣赏习近平 我一定给习近平捧扭小 或怎么样 没有这个 我只是想客观公正的去说 就是说这个人有一定的能力 我就必然承认他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 我就一定要说 我的预言就是它不会发生 这件事情 即使我想它发生 我也说了 我想它发生 把共产党拖垮 但是它不会发生的 我不会因为我主观上 我想发生 我就编瞎话 我就造谣 我就说它要发生 我不会因为 就是说我不喜欢共产党 我觉得习近平独裁不好 我就造谣 去说习近平是一个什么二傻子 是什么的 说那些没有用的 对不对 我觉得不以我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我客观的公正的来看待这个事情 习近平有能力 我就承认他 这个事情不会发生的 我就预言他 不会发生 这才是我的能力 这才是我的价值 是不是 但是很快九天之后搞不好就要打脸 是不是 好 咱们到时候看 好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最后我要把那话说完 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 要认怂 为什么讲激功论 在那断了 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只要把这七年忍过去 就完了 就是说这个枪口端过来了 你只要别跟他傻袍子 你只要躲过去 等到后面再换的那种猎人 有的猎人是吗 比如说钓了鱼 有的人钓鱼把鱼就放了 你明白吗 有的人钓鱼就吃了 川普就属于钓鱼 就要吃那种人 你就要躲开他 别被他钓了 如果以后放上了什么奥巴马西亚里那些 就没事了 所以你只要把这七年一忍过去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 就风平浪静了 你后面你再搞 你就把你2025改成 叫中国制造2030不就完了吗 你不就过去了吗 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 就是七年忍一忍 不要往枪口上转 罩子亮一点 懂事 就是说长眼眉 我们叫有眼眉 一看面不对 我先忍一忍 等行的时候 我出来 我再怎么着 这个就是我今天我说的 就是说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仅仅是今天这中美贸易争端 未来七年中美之间的关系 还有很多要弄 一个宗旨就在这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怎么想办法 把这七年对付过去 因为你们是终身制的 你怕什么 你跟他挠 你还挠不过他吗 对不对 习近平多大 川普多大 对不对 年纪也不一样了 你把它熬过去 熬到下一个上来的时候 就没事了 这就是我想说的 其实 所以 规跟道姐就一句话 就是这七年认怂装怂 就这么简单 好吧 这就是我想说的 哦 哦 嗯 哦 二